大家好 今天是9月5日 是9月2日交易天 星期二 首先每個星期二都有嚴正聲明 騙徒仍然在找一些在Facebook上的照片 有些朋友在Facebook上登的照片拿出來 其實這些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 就說有什麼什麼 第一件事 我首先講講 我再沒有找人去耕田 我再沒有找人去耕田 所以不要再聽到這些事情 自然還是會有些慈善而賣 不過如果有慈善而賣 是我一定會在經濟報道登出來的 就不需要透過其他騙徒的網站來出發 好嗎 或者是受助的機構 它會自己出他們的通告 絕對不是那些無厘頭的騙徒的網站出來的 希望大家會留意 然後我們來看看 來到的就是北水 北水的時候我已經說過了 在這裡已經說了 北水可以慢慢累積增加 到現在來說 你看到就更加是有入無出 好像情況下 慢慢累積的話就會上來 所以這個就很簡單 如果現在才說有入無出 就似乎已經遲了整個月 我那時候說就要 大家特別要留意這個這樣的平均線 這個平均線 當這個平均線到頂 開始這樣慢慢打平 然後開始回落 你就會看到 就算這個回落也好 還可以繼續升 因為之前儲了這些錢 開始炒賣了 那再跟著之後 炒賣下來的 就不是用北水的錢 而是其他 是香港人的錢 或者外面的錢 因為這個只是北水而已 因為大動了之後 就不需要北水 那其他水可以繼續來的 那麽再跟著看看 那麽板牌今天呢 由於昨天大升了 所以今天一定是會有回調的 回調之中 因為半導體還是比較好 電腦比較好 那麽我們首先要看看 現在的重點是等於地產 那麽我們看到地產 那麽地產呢 那麽地產呢 都是跌得很多下的 汽車又跌得很多下的 銀行的都很簡單 那麽昨天升了多 那麽就要回調 回調就好像是跌得多 那麽即是回調的時候 會不會穿底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麽 對不起 還有一個是要講 又不是喔 這裏應該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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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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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一個公司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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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裏最主要考慮的就是 他們會不會跌穿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如果只要守到保利加通道中族 然後再繼續上去 勢頭還是好的 這就是需要這樣留意的